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取他对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2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银台会见来经述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成 听取他对澳门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商务部23日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1至11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560.9亿元 按科比口径同比增长9.9% 近日 国家医保局印发通知 将针对部分地区医疗机构推诿拒收参保患者 强制患者中途出院 拒绝未符合条件的慢病患者开长期处方等不合理限制开展 集中排查清理活动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近日 中央网信办秘书局中国证监会办公厅联合印发方案 明确2023年3月底前 现有网上涉股市黑嘴非法见股的信息账号和网站平台得到基本处置 近日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单位名单 截至目前 国家药监局已批准46个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产品 上海23日发布优化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隔离康复后解除隔离和返港复工措施 阳性感染者居家隔离满期天时 症状明显好转或无明显症状可解除隔离 23日 我国首个400兆瓦级超大容量变速抽水蓄能工程 广东惠州中洞抽水蓄能电站开工 计划2025年底前投产发电 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电网 23日 我国最西端的机场 新疆首个高高远机场塔什库尔干红旗拉夫机场正式通行 23日 四川甘孜九五 卢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集中开工 此次集中开工的四个统规统建安置点将会集群众582户 据日媒23日报道 目前生活在上野动物园的旅日大熊猫香香计划于明年2月21日归还中国 受新冠疫情影响 大熊猫香香回国日期已被延期四次 当地时间23日 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发布通告称 俄罗斯南部和中部11个机场的航班禁令延长至2023年1月2日 下面是一组服务信息 2023年铁路春运将于1月7日开始 到2月15日结束 春运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 中央气象排预计 24日至27日将有较弱的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 新疆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中西部 华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 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摄氏度以上 24日夜间至25日 青藏高原东部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西部黄淮西部湖北西部 四川西部河北部等地有小道中雪或雨加雪 局地大雪 四川盆地贵州云南等地有小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我们明天早上见 习近平表示 这一年贺一城行政长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 稳健施政真抓实干 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 稳步推进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修改 稳妥处理澳门博彩法律修订 和新一轮博彩经营权镜头 扎实推进恒秦越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中央对贺一城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强调 中央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全力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 奋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韩正、丁薛祥、夏宝龙等参加会见 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下午在中南海营台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听取他对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表示 李家超担任行政长官以来 带领新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勇于担当、务实有为 团结社会各界、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大力恢复经济活力、积极回应民众关切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 展现出爱国者治港新气象 香港在一国两制正确轨道上稳步前进 中央对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强调 中共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做出全面部署 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 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中央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全力支持香港充分发挥独特优势 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香港将大有可为 风光无限 韩正、丁薛祥、夏宝龙等参加会见 当然 começ来了 未见 我絕见你们 ?!" 未见